很多人都认为 如今的德云社里最有地位的相声演员 就是郭德纲和于谦了 当然郭德纲作为德云社班主身份 地位确实不一般 而于谦作为德云社班主的搭档 这些年来一直力挺辅佐郭德纲 也是付出了汉马功劳的 这二位的相声组合如今在业内 可算是黄金搭档了 说相声这个艺术 真的也是讲究缘分和配合的 郭德纲的相声天赋不用多说 但是在遇到于谦之前 郭德纲有十八班武艺也是白搭呀 自从和于谦合作之后 真是如虎添翼 二人配合默契 株连避合 很多相声包袱都是现挂 这就已经到了相声配合的巅峰了 默契程度不是一般组合可以媲美的 从德云社这几年的发展来看 郭德纲的功劳是第一 那么于谦的功劳就属于军功章上的一半了 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表明于谦在德云社如今的地位 那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就算地位高和功劳大 在德云社里面众多的相声演员中 于谦和孙岳还是没法比的 因为孙岳拥有德云社唯一的特权 就这个特权真的是郭德纲为了拉拢孙岳进德云社 专门为孙岳开设的 看过NBA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NBA球员当中 唯一一个拥有特权的是科比 他享有交易否决权 这是任何球员都没有的 只有科比自己享有 这也彰显了科比的实力 已经能够凌驾于全联盟的合同范畴之上了 孙岳的这个就是全德云社唯一的特权 那就是拥有半个自由身 说说为什么是半个自由身 郭德纲的德云社主要以招收徒弟的形式 引进相声演员 虽然是师徒关系 但是整个德云社的运作都是商业化的 包括岳云鹏这样吃香的徒弟都是一样的 一旦进入德云社 其实都是要按照演员的商业形式合作的 都需要签合同 这个合同就有相声演出合同和经济合同 相声演出合同规定的是 所有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的演出安排 都由德云社分配 并且演出完后还规定了演员的分成比例 德云社会有一部分抽成 具体数据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合同属于演员的经济合同 也就是成为大腕之后的其他走穴商业演出 比如电影 电视剧 广告拍摄 综艺主持的这部分收入分配 这些收益也是德云社的抽成 而孙岳只是和德云社签了相声演出的合同 其他的自己的商业演出或者自己代言拍电视 电影的收益都是归自己所有的 这一点是德云社其他演员没法比的 孙岳人家是有自己的相声工作室的 可以安排自己的商业活动 这个特权真的是不一般呀 大家都知道孙岳原来是养大象的 那么何德何能能让郭德纲能够如此器重呢 还开出了很多优厚的条件来拉拢孙岳进入德云社呢 孙岳作为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 具体这个情细关系真的不太清楚 网上大多数是说外孙 姑且这么说吧 孙岳的相声功底没有任何问题 从小耳濡目染相声记忆也是相当的纯属 当时岳云鹏的搭档是史爱东 不知什么原因请假三个月 这种情况下 郭德纲想到了这个师弟孙岳 极力拉拢孙岳来给岳云鹏这个小师子捧根 但是孙岳虽然养着大象 人家因为热爱相声 也成立了自己的相声社团 有这一众兄弟呢 郭德纲是看上孙岳的相声能力了 不过孙岳当时考虑的是自己的社团 他还有十个人呢 自己走了十个人怎么办呢 于是为了能够让孙岳安心来德云社说相声 老郭承诺把孙岳的其他相声演员都招入了麾下 全都进了德云社 而且给了孙岳德云社唯一的特权 就这样德云社又成就了一对相声黄金组合 如今的岳云鹏孙岳的相声也是备受观众喜爱 尤其是今年的春晚 唯一一个入选的相声节目 真的是给德云社和郭德纲长脸了 孙岳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他的特权不是白拿的 不仅可以养大象 还可以给德云社挣很多钱 现在估计除了郭德纲和于谦的组合 德云社最有商业价值的就是岳云鹏和孙岳了 从郭德纲吉利拉拢孙岳进入德云社 这个事可以看出 郭德纲对于重情义的人是非常认同的 因为郭德纲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拉拢孙岳入德云社 看到孙岳的顾忌 就和自己当年的情况一样的 想当初 郭德纲拜了相声大家侯耀文为师 不过 那个阶段相声真的不景气 德云社的经营不是很好 将将维持生计 根本谈不上挣钱 这种情况 师父侯耀文看在眼里也是不忍 就想方设法 要让郭德纲进入铁路文工团说相声 这对于郭德纲是个机会呀 可以说是个转正的机会 成为拿工资说相声的主流演员 可是老郭同样考虑的是 德云社的一帮兄弟 委婉地拒绝了自己师父的好意 侯耀文也不含糊 直接甩给老郭几万块钱 让他去维持德云社 可以说德云社这个重情义 是一个加风的传承 郭德纲看中的就是孙岳的重情义 也是和自己对了眼了 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给孙岳德云社唯一的特权 也不足为奇 所以 第二件事情 宣传人 阿宅